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2354集 盖文这个美国小伙子靠自己的真诚得到了游历所有家人的认可 就连康伟的盗风声都特意跑来和盖文吃过饭 完了就打电话给少光荣 光子,你是真没戏了 连我都觉得盖文很适合校友 什么叫兄弟 兄弟就是专往人心上扎刀 扎进肉里生怕他疼得不够厉害 还得握着刀柄旋转一下 这几年,少光荣的脾气越来越稳 懒得和康伟计较 挂了电话,他在办公室抽烟 他混得真不错 独立办公室都混上了 以前都说佟丽丽的老公是年轻一代的翘楚 少光荣情场失忆 只能专心干事业 如今也差不多快追上佟丽丽老公了 不是他没有佟丽丽老公牛 是他岁数上还差点 小游回国了 小游带回来一个美国男朋友 小游家人很喜欢那个美国小伙 这些消息 他就算不特意打听 也会往他耳朵里钻 是朋友们故意透露给他的 为了什么他也知道 大家都觉得他还没忘记小游 希望他能早点从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 他和小游认识的时候好 他年纪不大 小游更小 但太年轻了也不好 如果是现在 他家里人不会质疑他的选择 邵光荣抽烟走神 猛然把一口烟吸进了肺 咳起来真是惊天动地 是啊 他没有忘记过小游 至今想起来这个名字 他心脏还顿顿的疼 那种怅然若失 会是他终身的遗憾 有一段时间 邵光荣挺相信因果报应的说法 因为他以前对感情不认真 老天爷就让他求而不得 他今年三十二岁了 至今未娶 小游出国后 也再没有交过女朋友 邵家都要急疯了 邵母也没了从前的骄傲 几次低声下气对儿子道歉 又听说 唐有如搞助学金做得有声有色 甚至提议 邵光荣和游丽再续前缘 你要是摸不下面子 马去说 马去给游丽道歉行吧 当然 他这说法没有得到邵光荣的同意 邵立民倒是找机会试探过汤红恩 被汤红恩态度十分坚决给搏了 汤红恩觉得 邵立民简直有毛病 你家侄子年过三十不结婚 就得让我外甥女儿和他在一起 有本事就一辈子不娶 汤红恩才不惯邵家人的臭毛病 邵光荣觉得自己很无辜 他不是要演情圣 他只是需要时间来忘记小游 可能他和小游当初顺利在一起了 几年过去 如今感情早已是一地鸡毛 就是因为没能在一起 才念念不忘 不断回忆 把那种感情给美化升华了 道理嘛 邵光荣都懂 就是放不下 现在 游历留学回国 还带回了男朋友 连康伟都说那个盖文靠谱 他也没借口再说服自己 还有微弱的希望 他是该放下 不能把自己变成小游的负担 邵光荣在办公室抽完了一种包烟 熄灭最后一根烟头 他打电话回家告诉他妈 你上次说谁家的女儿 我见一面吧 邵母都不敢信 你 你愿意相亲了 嗯 合适的话 就她了 我也没太多时间 邵母先是惊讶 然后是狂喜 生怕儿子反悔 马上定下了见面的时间 他兴高采烈安排好一切 才纳闷儿 邵光荣的妥协 再一打听 原来是游历带着美国男友回国了 邵母气得三天没沾一粒米 觉得和游历在一起没希望了 才同意相亲 那小狐狸精 也不知道给光荣下了什么迷魂药 迷得光荣这么多年都忘不了 不结婚 不处对象 母子关系还僵得很 邵母也只能自己生闷气 她难道敢跑去指责游历吗 如今 邵家最厉害的就是邵立民 也被汤红恩甩在身后 邵母拿什么去指责汤红恩的外甥女 人家一直在国外留学 又没主动联系过邵光荣 再一个 邵母一直不看好夏小兰和周成的婚姻 觉得夏小兰太强势 周家早晚容不下夏小兰 一眨眼 夏小兰和周成结婚这么几年了 可没听说有啥婚姻危机 夏小兰的生意越做越大 周成的职务也越升越高 最教邵母羡慕的就是 夏小兰为周成生的那一对双胞胎儿子 计划生育算啥 一次生俩不就解决了 两个还都是儿子 父母的颜值高 周思明和周思义也会长 少母就没见过大院里 谁家孙子这么会长的 只要瞧见过双胞胎兄弟的 就没有不羡慕关慧鹅的 想把孩子偷回家养的人 好多好多 少母就是其中一个 想想就好气哦 那么可爱的双胞胎 居然是别人家的 少母气得三天没吃饭 还要拖着虚弱的身体 为儿子张罗相亲 她从来没想过 儿子会拖到32岁没结婚 十几岁就会找女朋友的人呢 她从前担心的是 少光荣会不会搞大谁的肚子 那少家只能捏着鼻子承认女方 她现在是巴不得少光荣 和相亲对象见一面就确定关系 然后就领证 最好是结婚当月就怀上 尤利不知道和自己有一面之缘的少母 会有那么多戏 她把盖文带回国 家里人都认可盖文 她也正式接受了盖文的感情 和盖文谈起了恋爱 她都出国几年了 和少光荣那一段早成了过去的事 回国也没特意联系少光荣 不打搅对方才是一种尊重 又没打算和少光荣在一起 总联系 那不就藕断丝联了吗 尤利回国 就忙着要重新入职启航 启航现在的重心在护士 尤利必须马上投入工作 她还欠着夏小兰一大笔钱呢 苦追两年才转正的男友盖文 好奇地打量着华国 从鹏城到护士 她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 并没有传言中那么落后呀 当然也绝对不是发达国家 正因为她处于发展中 才有许多机会 十年前的今天 我还需要乘火车往返两个城市 通过贩外服装 赚取生活费和学费 十年后的今天 十年后的今天 她能很从容站在这里 望着即将竣工的东方明珠塔 用自己的成功 告诉盖文这个美国人 发展中的华国充满了机会